133 文匯報 騎民能工考像雲集貴安敬民博會總決賽貴官 2015年7月27日貴州報導 A 237月24日 中國 貴州 第一屆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文化產品博覽會 以下簡稱民博會 民族民間工藝品設計大賽 能工考像選拔大賽 婦女特色手工 刺繡 技能大賽 書法繪畫大賽總決賽在貴安新區舉行 據悉 民博會是貴州傳統兩菜一會的升級版 此前已成功舉辦九屆 經過九年的兩菜一會 不僅讓民間草根藝人找到展現技藝的舞台 使得貴州省旅遊商品綜合產值超過五百億元 首屆民博會在此前舉行的多菜 貴州旅遊商品設計大賽 旅遊商品能工考像選拔大賽的基礎上 增加了兩項賽事 賽事規格也相應提升 由貴州省人民政府主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涵坤 隨月貴安報導中國 貴州 第一屆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 文化產品博覽會9月舉行貴州省政府決定 將多彩貴州旅遊商品兩菜一會升格為中國 貴州 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文化產品博覽會 旨在通過民博會這個高端平臺 全方位 大規模展示該省勸禮多之以豐富異常的民族民間工藝品資源 全城弘揚民族民間優秀文化 擴大民族民間藝術交流合作 提升民間工藝品開發設計水平 推進民族民間工藝品的保護 全城及科學合理的產業化開發 本屆民博會的比賽包括四行 民族民間工藝品設計大賽 能工考像選拔大賽 婦女特色手工 刺繡技能大賽 書法繪畫大賽 至四月底啟動 經過九個市 州 貴安新區分賽區的選拔推薦 全省共有314件設計作品 278名能工考像和108名刺繡選手參賽 書法繪畫大賽 從各分賽區選拔出中評作品304件 並評選48件獲獎作品 在總決賽期間展示 同時 組委會還將對部分優秀獲獎作品進行徵集和保留收藏 在民博會期間或長期宣傳 展示 博藍會將於9月24日至28日在貴安新區舉辦 屆時將揭曉大賽結果並頒獎 同時推出國際工藝品比賽 西班牙美食節 將有來自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和手工藝人到場 據了解 本屆組委會創新評審方式 將民族民間工藝品設計大賽參賽類別分為設計作品 包裝作品 定向作品三個類別 能工考像選拔賽分為青年組和中老年組 每組下設銀器類 立染立惑類 雕塑類 綜合類四個參賽類別 注重促進民族元素 貴州元素與現代元素 國際元素相結合 堅持高端與大宗相結合 傳統與創新並重 既要評選出一批藝術價值高的精品 藝術品 收藏品 提升檔次 既要評選出一批普通民眾消費得起的大宗商品 擴大產業規模 既要評審出一批具有傳統技藝的老藝人作為名像 又要評審出一批具有創新精神的年輕藝人作為名像 更加注重調動年輕藝人創新創造的積極性 也實現民族民間工藝的後繼有人 前五屆落戶桂安新區桂安新區黨公委管委會辦公室副調研員張孝剛透露 文博會前五屆已確定落戶桂安新區 將其打造為桂安新區對外的一張新名片 據了解 文博會落戶桂安 起於貴州省省長陳敏爾會見國際民間藝術組織和全球副主席 中國區主席陳平時雙方的一個共識 沒有文化的國家級新區是可怕的 新區在發展經濟的時後也要注重挖掘民族民間文化潛力 作為一個國家級新區和貴州跨越發展的重要平台 桂安新區在民族民間文化的全城和保護上 有CQ 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擔當 桂安新區不緊要打造經濟新區 還要成為文化新區 把文化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一個生產力 桂安新區社會事務管理局局長助理王晨熙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桂安新區為承辦好民博會 專門修建了會展中心 還將在桂安新區自然穿落中規劃建設大絲室 為優秀的手工藝人提供創作環境和產業化幫助 陳列實則展示精品 供參觀和收藏 目前 由陳平軒頭 AHAF與桂安新區將合作共建民族民間手工藝品 博藍城展示世界各國的手工藝品 王晨熙透露 博藍城選指初步定在桂安新區境內一座廢棄工廠 目前正進行欠插測量工作 據悉 桂安新區還將這座博藍會舉辦的契機 舉辦新區國際民族民間工藝品文化產品招商大會 發揮博藍會信息交流 展示 展銷 投資合作的功能作用 展示桂安新形象 據了解 博藍會的各項籌備工作正在有序展開 我們將以中國 貴州 國際首屆民族民間民族藝術品文化產品 博藍會為契機 進一步深入滑掘新區優秀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人才和資源 弘揚美麗桂安特色文化 全面展示桂安新區在建設中的初步成果 為桂安新區經濟社會轉型跨越發展營造良好氛圍 桂安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歐陽武雪 貴州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楊正介紹 從兩賽一會升級到民博會 除了規格的提升 更顯著的升級在於更加注重產業化 市場化和民族民間工藝發展的連續性 他說 桂安新區將建一個產業發展大市場 為民博會首工藝品的商品化鋪設道路 此外 還將設立專門的獎勵基金 按發展規模對大市場內的企業實行推遲獎保 楊正表示 民博會並非為賽而賽 是為了通過比賽推廣產品 提高產品負價值 最初以為 第4篇 主題